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血光中的人影连连摆手 有些情急的急忙解释 道友不要误会 在下并没有恶意 只是这聂云的确对在下有大用处 请道友再稍等片刻 让在下再想想办法 看看能否交换到阁下想要的领保 若还不行 我绝不会阻拦道友回去的 黑气中人影略微一犹豫 最终点头同意了 再等片刻 好吧 看阁下真心想要聂云的份上 我再等一盏茶的功夫 若还是无法得到我想要之物 我绝不会在此白耗什么时间的 黑气中的人影啊 最终点头同意了 很明显 这血光中的人影对聂云是势在必得 而黑气中的人影呢 对想要的通天领保也绝对是极其的重视 有一线机会当然不愿意放过 见对方答应了自己的请求 这血光中的人影微松了一口气 心中飞快地转动几下 大为肉疼的单手王储桌上一拍 一根金灿灿的卷轴出现在手中 并一下脱了起来 血光中人影神色凝重地大声说道 在下 西年曾九死一生喘过一个上古遗址 并从中得到过一个封印的不知名卷轴 因为卷轴封印的极其玄妙 在下自问 没有在不破坏卷轴的情况下解开它 所以也就一直珍藏至今 但是在下相信其中绝对藏有惊人的秘密 因为这个卷轴的封印是用金传文写的 在下愿意用此物和那枚静名单 换取万灵榜上的攻击类灵宝啊 金传文 难道是真仙界流传下来的东西吗 血光人的话语自然又引起了一番骚动 不少人立刻露出了感兴趣的意思 他们倒不怕血光人弄虚作假 封印这种东西呢 是否已经打开过 自然能够一眼就看出来 可惜啊 虽然对此条件动心的有不少 但是手中呢 都苦于没有对方要交换之物 只能无奈地看着 韩丽盯着那金色的卷轴 脸上同样露出了异动的表情 人却稳稳地在椅子上未动分毫 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眼看四周石亭上仍然没有人 上来交换的样子 不但黑气中的人影越发地失望 那血光人影更是大为的交集万分 这等千万惊魂凝炼的聂云 错过了这次的黑玉交换会 其他的拍卖会上是绝对无法再看到的 就算物主本人一离开此地 也绝对会小心地把聂云收藏 不会再泄露分毫 他就算以后弄到对方想要的宝物 再找对方交换也不大可能的 偏偏呢 这聂云关系到 他是否度过下一次到来的大天节 没有这聂云的话 他十有八九会在大天节中 陨落而亡的 怎会不拼命想要得到聂云呢 难道这参加这交换会的人 真没有人 怀有着攻击类的通天领保不成 眼看黑气中人 所给的时间差不多了 血光中人一咬牙呀 在猛然一拍腰间一个古怪的蓝色布袋 顿时一股蓝色的光霞飞卷之下 手中呢 突然多出一个晶莹的蓝色冰龙 这笼子只有持血来高 表面贴着几张金银色的浮禄 其中一只通体晶莹剔透的雪白灵琴 傲然地站在笼中 一根银灿灿的横幕上 毫无表情打亮着笼外的一切 血光中人呢 声音略微有些嘶哑 目光中甚是隐隐有血丝浮现 一副被逼迫到极点的样子说道 继承部分天凤之血的天地灵琴 成年冰凤已知 此冰凤别看气息只有结单期左右 但实际上是因为受伤缘故 才有一名化形存在 退化到现在模样的 只要稍加培育 就可在数百年内 重新恢复原先修为 而且我可以保证 这只冰凤化形后 是一名还拥有原因之身的橘色炉顶 而若能吸取它的天凤原因之气 阴阳调和下的好处 就不用我细说了 在突破瓶颈上的奇效 即使还不如净名单 但也绝对差不了太多的 就算不踩它的原因 若能收服 也是一头潜力无穷的灵兽 相信不会让诸位道友失望的 我用这头无意中得到的冰凤 外加先前拿出的其他两件东西 换取这位道友想要的通天领宝 这已经是在下全部的身价了 错过这一次交换会 其他场合绝不可能有如此好事 这也难怪了 任谁眼见救命之物 就在近在咫尺的地方 但偏偏没有办法得到 恐怕都会这般惊怒交加之极的 但是四周飞艇中 仍一时没有什么反应 血光中人影无奈之下 转头冲着黑器中的人商量了一句 道友 我若用这三件东西换你的 不行 黑器中的人毫不犹豫地再次摇头 在下说得很清楚了 除非万灵榜上的攻击类灵宝 其他东西再稀罕 也不会交换的 血光人文言 脸色难看之极 心中有些绝望 但就在这时候 一个淡淡男子声音突然间响起 仿佛人间仙乐般 传入血光人的耳里 好 我换了 血光人听到这话呀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双耳 一呆之下大喜若狂地说道 此话当真 尽快快到台上来 与此同时 他目光刷了一下 望向了说出话语的飞艇 黑器中人影一震 似乎同样大为激动 这说话之人呢 自然就是韩丽了 自从血光人将那只笼中冰凤 拿出来之后 韩丽的表情一下变得古怪起来 在思量一下后 毫不犹豫地开口了 听到韩丽的出声 其他人各种惊异的目光 瞬间扫过来 但是韩丽视若无睹 清光一闪 就一下化作一道青红积射而出 一个闪动出现在台上 纵然韩丽已经站到 血光人的面前 对方仍然不禁 声音微颤地问了一句 道友 当真有通天领宝 韩丽微微一笑啊 先望了一眼隆中的那头雪白冰凤 这才从容地说道 在下手中 的确有一件威力不小的 攻击类通天领宝 但是不是现在的领榜上之物 在下并没有把握 还得请两位道友看上看 血光中的人影一听韩丽这话 心中喜色不禁一下消去多半 但仍是满怀期待地说了一句 好 道友拿出来让我等看看吧 至于黑气中的人影呢 却一言不发 只在一旁冷眼旁观 韩丽自然没有拖延之意 突然手中多出一柄 一人多高的黑蒙蒙巨刃 安详古朴之极 但散发着一股蛮荒之气 正是韩丽当日在广韩界 击杀那名极厉害的戎族人后 得到的那口不下于浑原尺的巨刃 这二五应该都是上得了 混沌万灵榜的领宝 血光人呢 还没有任何反应 一旁的黑气中的人影 在一旁看清巨刃的瞬间 一下尸声出口 满是欢喜之色 啊 玄光人 血光中人影听了之后 自然大喜 并急忙问道 怎么 倒有识得此任 当然认得 这件虽然是万灵榜上 靠后的几件通天领宝 那 但毕竟也是上了混沌 万灵榜之物 我想交换此类领宝 又怎会不知道呢 不过是否真是此物 在下还需要仔细鉴定一番呢 黑气中人影强压住心头的兴奋 正色地说道 血光中人一下对韩丽变得极其客气 啊 如此甚好 道有你看是否这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道有的东西 是不是也该让我鉴定一二呢 韩丽轻笑一声 手腕一抖 把这黑色巨刃直接抛给了 黑气中人 见韩丽如此爽快 血光人极为高兴 当即药瓶 卷轴 还有龙中的冰凤 一口气地呀 抛给了韩丽 这个自然 倒有尽管仔细辨认 韩丽 当即目光蓝芒一闪 神念一放 照住三物 开始仔细鉴定起来 而这个时候 血光人自然也冲着 黑气中的人影 讨来那个黑色圆波 仔细地辨认 圆波中的聂云 是否真有千万惊魂之多 三者的鉴定都不算慢 黑气中的人影几乎只是 将灵力灌注巨刃之中 然后手持此宝 在虚空一盏之后 就满意地点点头 直接收进了储物灼里 血光人哈哈一笑 没错 这聂云的确正好 适合我用 也鉴定了 圆波中的聂云 接着竟不对 韩丽和黑气中的人影 再说任何一句话 直接化作一道乌光 洞穿白色光照 直接顿回了 自己的飞艇当中 韩丽见此情形 淡淡一笑 把刚刚辨认完的金色卷轴和药瓶一收 然后目光在笼中的冰凤上扫了一眼 发现这冰凤一对淡银色的眼珠 流露出一丝拟人化的悲哀的目光 但是一闪即逝 恢复了原先的冰冷 韩丽同样没说什么 直接把一只灵兽环放出 将笼子连同此灵琴 一下吸入其中 接着 冲到黑气中人影略一抱拳 同样激射而走 几个闪动 回到了原来之处 黑气中的人影呢 也发出黑黑的一声低笑 同样化作一团黑风 离开了石台 于是 下面立刻又有其他人 抢到石台上 交换自然继续下去 韩丽靠在椅子上双目避起 看着面色平静 但是心中一阵的翻滚 好长时间都无法平静下来 足足小半日后 整个交换大会 终于在金面人的宣布下 彻底地结束了 韩丽和其他一干 合体骑老怪 谢绝了金面人 大百言习的一番挽留 在牵引使者下 离开了黑玉空间 无声无息出现在 外界的另外一个 陌生出口处 毫不停留地直奔九仙山 飞顿而去 整个黑玉大会 几乎耗费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韩丽回到九仙山的住处时 正好是第二日的上午时分了 召来海大少两人 知道在自己离开这段时间 并没有发生任何预料外的事情 心中一松 他秉退了两位记名弟子之后 进入了密室当中 并盘坐在一块蒲团之上 单手一翻转 一只蓝色灵兽环 在手指间浮现而出 并往空中一抛 一片蓝霞从环上飞卷而出 一只晶莹冰龙 凭空悬浮在身前处 冰龙之中 半尺来长的雪白冰凤 显然未料到 韩丽如此快地把它放出来 双翅集门一扇 体表散出一圈银色的光晕 把其身形瞬间遮蔽其中 才用警惕的目光 向韩丽扫去 一看清楚韩丽的面容 灵禽隐眸中 立刻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一下口吐人言 尸声起来 是你 这怎么可能 赫然是一个悦耳的 年轻女子的声音 只是略有些冷意 韩丽望着笼中的冰凤 却叹了口气 凤仙子 多年不见了 没想到你我 在此地相逢了 这只冰凤啊 那自然是当年和韩丽 一起从人界的空间节点 被空间风暴 强行分开的那位 凤仙子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仁修仙传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